记得那个名称不能打错 因为我们这边还没有做特别的房呆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如果打错字一定会查不到 OK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查的是菜头 请你帮我把所有菜头全部查出来之后 帮我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 并且再切回来 恢复原来的状态 那我等一下只需要怎么按确定之后的话 OK好他帮我查好了 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请你看下方 是不是有个叫菜头 那你把菜头点击下去的话 菜头的所有的资料呢 就通通在这里了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怎么做到的 OK所以你会看Ctrl向下 反正这些422笔资料全部都在这里了 那你只需要怎么再切回来 OK如果你要查别人就按下去 比如你要再查什么 查老王OK 那反正就是这样了 那以后的话当然你可不可以说 我不要筛选业务 我要筛选别的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老王就出来 那如果你要查金融业可不可以 那你就是筛选不要业务啦 筛选产业别 如果你要筛选那个产品 那就筛选产品 大概是这样子 那怎么做 基本上蛮容易的 其实这个固定的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个一样是录制聚集 录制什么聚集呢 一我们刚刚原来是 如果你不做没有按钮之前 我把它推回去 一我怎么做出来的 一我先把这两个先删掉好了 OK因为到时候名称不能一样 那个什么上面的工作表名称不能重复 那我就一筛选 二的话呢在这边 找到那个筛选里面的话 它里面有等于跟包含 不过我习惯用包含 包含的话就是前面跟后面 不管什么 那这个好处是说 也许你忘了头忘了尾 你打中间也可以 就所谓的关键字查询 OK所以以后呢 你说那个要在seal里面 做关键字查询 其实非常简单就这样子啊 就包含 OK你不要等于 等于的话是完全一模一样 OK那这个意思是说 只要那个储存格里面 有某部分关键字出现 你就帮我call到 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 那这样好不好 方不方便 那很方便啊 以后你就很多地方不需要 又透过别的软体了 那包含里面的话 你就这个地方 它有两个条件 如果你只有填一个的话 它底下那个end或o 就不会出现 OK就是 当然你可以下两个以上条件 可以啊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 那个菜头 而且小咪不可能 而且一笔不可能 所以你 且可以啦 且是两个都要同时 不可能 或啦 或 所以你两个业务员 其中一个出现都可以 或OK 且的话应该就找不到啦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输入什么呢 输入像刚刚那个菜头 那我刚刚的做法这样 菜头 OK 然后按个确定吧 这应该没问题 那再来怎么 有不要放到A1 然后呢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做什么 Ctrl C 这个动作好像上revibe 类似吧 对不对 只是说你要把它录制聚集录下来 OK 录下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是吧 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这个工作表改成什么 改成菜头 可是将来是用程式去改啦 只是说我们还录制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把它打上去 有这个动作 所以菜头 菜头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游标放在A1上面 Ctrl V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它的宽度 不符合那个 它有没有 有些是紧致号 所以怎么办呢 切到常用里面的那个格式 让它自动调整栏宽 这个功能 OK 那做好之后的话 你再把它切回去 记得 因为它现在还在什么 筛选状态 所以呢 再把筛选的取消掉 如果你更贴心一点的话 你就是再把它游标移回到A1 这样子 那你这个动作呢 一个一个把它什么 录下来 对不对 那录完之后呢 当然你会录到一些不应该录的 就把它删掉 像那个 我们如果从下面卷到上面 它会有个什么Active Window 什么Small Go 那个都可以把它删掉 那个没关系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把那个程式 就是在做一个 就是留下我们要的啦 所以最后的话 我因为录制的名称也叫筛选业务 然后呢 我们后面呢 就一个个做整理 我把它整理好之后呢 就长这样 就说一下 就这样子